你好,这里是张莲视野 深圳发生骚乱 深圳的南山区 我曾经在那里短暂的工作过 那是深圳的核心区域 因为它靠近海边 那个地方的工业,加工业 非常发达 那个地方有一个区域的号称是 中国的硅谷,深圳广东的硅谷 但是呢 那个地方也有很多城中村 城中村非常庞大 我曾经在那个城中村的旅馆里 居住过 城中村呢,基本上还是实行 当地居民的自治 就是说呢,当地的那个大列书记啊 村长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他也就是说呢 有一定的名分,他不像其他的这个企业 都被严格管制 在南山区的这个南投 街道的城中村 最近呢,他们那些村民 已经被封锁了23天 那几乎就被逼封了 可以想象你在家里面 待23天就等于在家里坐牢23天 那是什么职位啊 因为中国人的居住环境跟美国人不同 他的这个家里面都很涌极 尤其深圳那个地方房子都贵得要死 一般来说呢 一间屋子都要住几个人 就是说呢,出租的价格也很贵 房东呢,也会把所有的房间都租出去 每一个小空间,甚至一个小走廊 哪怕弄成两平方三平方都要租给人 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住在两平方三平方五平方的小屋子里面 一天24小时待在那里面 待上23天 那会是多么的这个压抑 多么的痛苦 而且呢,再听说呢 有的乡亲们活活饿死 而且呢,被偷偷地拿去烧掉 政府呢,仍然没有解禁 所以说呢,这个村里面的这个村民们 成千上万的村民们终于愤怒地控制不住了 现在已经开始起来暴动 他们高呼,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工作 成千上万的人呢,已经离开自己的家门 冲垮了封锁线 并且拆毁了那些封锁设施 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大白和保安们值班看守的帐篷 目前的局势呢,还在混乱之中 伤亡情况呢,还没有得到报告 中国的这个封锁措施呢 在很多地方都产生了这个 都给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人们纷纷认为呢,实际上呢 这个中共的这个管理层呢 各级管理层呢 远比这个新冠病毒更加危 就是更加危险 而且呢,更糟糕 就是说呢,给人带来的这个威胁和伤害更严重 其实中共的各级官员的确都是 比病毒更危险的家伙 应该早一点给它清除掉 否则的话呢 中国人呢,就像身上面 这个寄养着一大群的吸血鬼一样 永远都不会有舒服快乐的日子 永远不会享有自由的生活 另外呢,就是乌军呢 向国际活时之会求援 这次为什么求援呢 这不是为他们自己却什么求援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西方足够的捐助 而且呢,向活时之会求援呢 都是特别紧急的情况 这次他们求援呢 主要是需要一大批食品、药品 给谁呢?给俄军战俘 因为这个,现在呢 在这个基辅西北的伊尔平那个地方的俄军呢 已经被乌军团团包围了三天 几乎是处在弹尽圆绝的程度 他们要想不被打死 就只有投降一条路 所以说呢,现在摆在乌军指挥官面前 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 哪有那么多的食品和药品来供养这么多的俄军 因为据估计呢,可能起码超过一个旅 这些人一旦投降了 你总不可能说不给他吃 不给他穿 不给他这个药品吧,对不对 再加上乌克兰军人的素质呢 要远远高于俄罗斯军人 更具人道中心 更具人道精神 所以说呢,乌军的指挥官呢 走投无路 最终向国际红石之会求援 并且呢,特别说明 这是给俄军俘虏专用的援助 其他人不会去碰 也不能去碰 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说呢 关于泽伦斯基 今天呢,又在对这个日本发表演讲 泽伦斯基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 向最多的国家国会发表演讲的政治家和总统 因为我们很少能看到 有人有那么多的机会 在短时间内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邀请 泽伦斯基到他们的国会 不仅是向他们的议员 也是向这个国家的全体的人民发表演讲 泽伦斯基的每次演讲呢 应该说都是震撼人心 极大的推动了 这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人民 就是说呢,关注这场战争 泽伦斯基也对波兰和日本发表了演讲 尤其他对以色列人的演讲 非常重要 因为他作为一个犹太人 他在责备以色列人 所以你们不该在这场战争当中自身事外 难道你们忘了你们被纳粹迫害的仅仅吗 六百万人遭到纳粹的屠杀 那时候如果这个世界各国保持中立 你们是如何感受 现在我们正在遭受类似的处境 你们这时候应该像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那样 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 你不能够在这个时候 仍然跟俄罗斯勾勾搭搭 仍然在盘算着经济利益 仍然想着赚更多的钱 而放弃自己的基本正义感 所以说呢 这个泽伦斯基的这个演讲呢 应该打动了不少犹太人的心 所以呢 这也使得国际社会很多人呢 对犹太人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 过去呢 我们一般都停留在两种观念 第一个呢 犹太人呢 是一个受害者 在二战当中有六百万人遭屠杀 第二个呢 是犹太人呢 非常骄傲 认为自己是神 这个上帝的选民 而且呢 他们的确也非常聪明 如果按照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 这个比例来说 犹太人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高的 但是呢 犹太人通过这场战争呢 也显露给世人面前 就像德国人那样 就是比较患得患失 比较重视利益的盘算 关于这一点呢 我最近有一个体会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搬到了纽约上州去住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都以为 纽约这个房子是全世界最贵的 其实呢 美国最便宜的房子 就在纽约上州 我曾经看到过 有一个房子呢 是那个一个英国贵族 前任的纽约总督 克拉克的这个住宅 只要十几万美元 那个房子呢 大概有四千多坪 就是说呢 差不多相当于五百平方米 非常的这个壮观 而且里面有大量的补董 纽约上州呢 它为什么便宜呢 因为它是历史极淀深厚 它是最早的呢 这个大量的荷兰人 英国人 德国人居住的地区 所以他们里面有大量的 能工巧匠 建造了品质 非常好的房子 很多房子 过去了两百年 三百年 仍然非常坚固 结实 再用两三百年 都没有问题 而且呢 由于这个地方呢 这个就是技术水平高 这个也就是说呢 这个建筑公司特别能干 效率特别高 所以这个地方的房价 就是老房子的房价呢 根据我对美国 全国各地的认识 它是最便宜的 性价比是最高的 我搬的这个地方呢 在纽约上周聚集 纽约市只有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路程 我来到这个地方 有一次到附近的一个地方 去办事的时候 我到那里发现全是那个犹太人 而且呢 带两只小便 穿着一身的黑衣服 男男女女的服装 都一丝不苟 但是呢 我到那里办事呢 却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是我找来找去 找不到那一个交费的 就是给我的能源付费的 那个地方 就是给我的这个天然气 和这个电力付费的 那个收费那个站 怎么也找不到 因为呢 而且我发现呢 它那个上面的门牌号码 压根就没有 幸亏呢 我遇到这个 我就只好向很多人打听 有一个人比较热心 另外几个人呢 也都 试图帮助我 但是可能是我们交流 语言有障碍 另外呢 他们好像似乎也不是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反来不去找不到 最后还是第二次帮忙的人呢 他第一次指错了路 第二次呢 他仔细地研究了我们的那个账单 他说呢 这个地址很难找 但是呢 我带你去的一个地方呢 我知道这个地方是个交费处 你可以到那试试看 到了那里以后呢 最终我们成功交费了 但是呢 我注意看他的走廊 看他的门牌 甚至里面的办公室的门口 都没有任何一个标志 能够跟这个通知单上面的那个地址相吻合的 也就是说呢 那个地方的犹太人 不用门牌号码 我们都知道 纽约是一个现代化的数字化城市 它的街道都是1234567100200 它的门牌号码更是都有的 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居然不用这些东西 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 我非常惊讶 我对犹太人 我说这样不是给很多人带来生活不便吗 而且你生活在美国 你生活在纽约啊 对不对 你都拒绝数字 数字难道在你们的民族文化当中 宗教文化当中是那么的不吉利吗 我后来查了一下 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原来是来自这个保加利亚 而且呢 他们不仅 他们为什么跟我交流特别困难呢 原来他们跟我一样也说不好英语 而且呢 他不仅说不好英语 他甚至也说不好西伯来语 大家知道西伯来语是犹太人的主要的官方语言 主要语言 他们说的是异地序语 是一种来自东欧的一种合成语言 就是说呢 这种语言跟其他语言没有交接 而且呢 我进一步地看资料 我扼然地发现 他们居然是美国最贫困的人 因为上面说呢 他们受救济的程度是最高的 就是说呢 在美国最贫困的人 不是黑人 不是西班牙人 不是这个其他任何民族的人 不是人们所想象的 而恰恰是这个犹太部落 所以我奇怪 那其他的犹太人 为什么不来帮助他们改变这个生活状态呢 而且呢 我看到进一步资料 他们介绍 他们呢 像穆斯林一样 生活 家里都是生养很多孩子 往往全家人呢 都不工作 就是照顾孩子 这个真是超出了我的平常的认识 所以呢 我就把我看到了这个犹太人的状况 跟他这一次对待俄乌战争的表现呢 给他联想起来 然后呢 分享给大家